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 姜 蒜 先都给它弄出来 蒜啊 做这个菜是少不了的 姜可以不放 我说话说的挺好听 葱姜 蒜 一下就给大伙的思路给打错了 这有同行说你怎么瞎做呢 我这非常歉意 下次不能这么做了 好 再把它切成豆瓣 葱 我这葱切的多 可以少放 好了 朋友们 我现在呢 尾边用这柿子 用这柿子 这个不合格就不要了 切这个镰刀片啊 又叫凤尾片 这凤尾片呢 你得摆出凤尾形 叫凤尾片 不对 就叫镰刀片 要这么切完就叫镰刀片啊 实际呢 对一个家长把用不着围边啊 但是我这个围边呢 我这是对你们这些这个网友一种尊重啊 说我做菜呀 没糊弄你们 是不是啊 就是不好的菜也要好好做 是这种心情 你理解啊 然后呢 用这个大葱啊 这个 切成片啊 顶刀切成片 编着散花 往上一放 就像那个人那个眼睛的白眼球啊 这个色泽子搭配你就给搭配好 有这么个白眼球 你再想一下啊 它就看着好看啊 没有这个就发紫 死吧 再放上绿莹那儿 往上一扣 哎 这就好看了 铜号呢 我这是洗净的了啊 洗净的了 一般那个铜号啊 这个头都比较老啊 你这么一揪揪 揪不开 那你就说 多扔掉点 我这个都扔掉 能有三寸了啊 摘完了这是 切成段 这个段呢 有两种说法 你要在那个大饭店呢 这么长 中间一刀 您需要打合 一根一根在马上 好看 咱们在家里啊 你就都给它断了开 是吧 吃到方便就行了 现在呢 要求呢 打下水烧 现在水开了 先把这个根部啊 这净部 都给它下进去 先烫上 开上锅了 你再放叶 看啊 开锅了 开上锅了 把这叶放里头 咱们这个家庭炒啊 也就只能是这么做了 啊 啊 这样在大酒店里 那火也旺啊 啊 高油烹它一下 一烹 唰 就绿了 啊 等绿了以后 你这个绿了也绿了 是吧 你炒出来也就放个 半个小时 人家放一个半小时 也不黄 这就是火候的作用 降下温 浪下勺啊 也叫滑下勺 这样的话呢 炒菜呢能 舒服一点不粘锅 但咱炒青菜要粘锅不稀釁了嘛 对不对 好了 现在开始 加入酱 这些酱就可以了啊 放入蒜 葱 啊 严格的说啊 可以不放葱啊 你说蒜多放点就行 少放点花椒水 可以吗 看啊 这一炒啊 自然可以下来点沙 少勾下 别勾黏的糊的啊 把这点汤汁能挂在煮料上就可以 插料油 好了 可以煮勺了 好了 这个汤汁做好了 有什么需要 网上给我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